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生命纪 28章36到57节 今天的经文比较长 我们进到经文里面来 也是接续昨天关于咒诅的条例 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 领到你和你列祖恕不认识的国去 当然我们后来知道就是以色列被掳了 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 这个其实是一个讽刺 以色列百姓之所以灭亡 是因为他们拜偶像 被掳到外国去 结果在咒诅的里面就变成是 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 你们想要拜偶像吗 那你就去到他们的国家好好地拜吧 意思是这样子 37节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 要令人惊骇 笑谈击翘 这个我们昨天念的 耶利米书29章17到18节就已经有提到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就强调说 当上帝借着耶利米再发预言的时候 其实是要提醒他们想起来 生命纪你们过去一直在读 在这个立约的时候 你们这样子的宣告祝福跟咒诅 你们想起来了吗 你们想起来了吗 所以上帝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上帝要提醒这些 以色列百姓 你们已经遭逢这个困难 这些灾真的已经临到你们了 所以你们要想起来 就是因为你们得罪神 你们在咒诅 祝福跟咒诅的这个条例里面 你们曾经念过吗 那么你们想起你们应当要怎么样 要悔改 要悔转 38节 你带到田间的种子 虽多收进来的却少 因为被蝗虫吃了 种的到田间种子是种了很多 但是你收成很少 结果是被蝗虫吃了 这里提到有蝗虫的灾害 你栽种修理葡萄园 却不得收葡萄 也不得喝葡萄酒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所种的被虫子吃了 才知道原来原本可以丰收 都是神的保守 神不仅按时降下春雨秋雨 上帝也保守你的收成 不要被这些虫子 被蝗虫吃掉了 你全境有橄榄树 却不得其有抹神 橄榄要榨油 为什么呢 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 自己落果 不晓得怎么样 或者是有一些植物的疾病 就落果了 哎呀 还没熟就都掉了 就烂掉了 41节 你生儿养女 却不算是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必被辱去 这事实上也发生 在历代之下 21章 曾经提到 菲利士人来 就把以色列人 这是王 妻子儿女都掳去了 在28章第8节 甚至提到 以色列跟犹大的战争 以色列就把犹大 20万人 妻子儿女都掳走了 你所有的树木 和你地里的出产 必被蝗虫所刺 所以做一个总结 就是都没有了 在你中间寄居的 必渐渐上升 比你高而又高 你必渐渐下降 低而又低 就是 他们越来寄居的 这些 到以色列当中 甚至他是做奴隶的 却越发的强盛 越发的丰富 但是呢 你自己却 越来的贫穷 越来的缺乏 他必借给你 你却不能借给他 他必作手 你必作伪 这个是我们前面读到 祝福的相反 提到呢 耶和华就必使你 作手不作伪 但居上不居下 就反过来了 这个祝福的相反 这一切咒诅必追赶你 追随你 赶上你 直到你灭亡 这就提到 咒诅呢 是好像追随 然后呢 你要逃啊 然后他就赶上你 追着你跑 追到你了 直到你灭亡 这是一个又一个的严重 一个又一个的咒诅 一波一波的灵道 一直到你灭亡 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话 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御礼 这是在生命级里面 不断去强调的 这些咒诅必加在 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一击其事 直到永远 这个一击其事是指什么呢 变成一个审判管教的记号 本来神机其事是要见证神的荣耀 现在呢 以色列百姓 他们身上所发生的这些变成 见证神审判跟管教的记号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 就是富足的时候 不欢欣乐意地侍奉耶和华 就是当以色列百姓拥有上帝赐福 一切的物产丰收 日子过得美好的时候呢 不欢欣乐意就是 不甘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 所以你必在饥饿 干渴 饥饿当然就是没有食物 干渴就是没有饮水 赤路就是衣衫衣服 裤子不足了 衣衫就没有东西穿了 缺乏之中 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 上帝在这里其实这个咒诅是有点反讽 就是说在富足的里面 你不敬拜神 你要去拜巴黎 你不服侍不侍奉上帝 那你就到别的国家去服侍你的仇敌 你就在缺乏里面 在饥饿干渴赤肉里面去敬拜 前面提到说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 就侍奉别国的仇敌 侍奉他们的神 在缺乏中侍奉他们的神 你不要在富足中欢心乐意的敬拜神 那你就在缺乏中敬拜仇敌跟他们的神明 他必把铁饿加在你的景象上 直到将你灭绝 这个铁饿包含了政治的压迫跟强迫 来奴役来服劳役等等 耶和华要从远方地籍带一国的名 如鹰飞来攻击你 就是从各处从远方 这名的言语你不懂得 就表达说你不认识这些人 上帝兴起 后来我们当然知道 就是亚述也包含巴比伦等等 这名的面貌凶恶 指的是他们是非常的凶残 不顾虚年老的 也不恩待年少的 一般我们在战争里边 会特别放过年老的 怜悯这些年少的婴孩等等 我们知道那个亚述 他非常的残忍 他所到之地 有非常非常多残忍的 对待战败的国家的这个俘虏 各样的残忍的措施 不顾虚年老的 也不恩待年少的 他们必吃你牲畜 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 直到你灭亡 你的五谷辛酒和油 以及牛肚羊羔都不给你留下 直到将你灭绝 食物全部被抢夺了 你可以理解 慢慢慢慢饥荒要临到 慢慢慢慢死亡要临到 52节提到 他们必将你困在各层里 直到你所倚靠 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陷 这里讲到战争的最后 他所倚靠的高大坚固的城墙被攻陷 其实这里有一点讽刺 对不对 我们在看生命记 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读过 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看到迦南地的成意是怎么样呢 成意又广大又坚固 不高的顶天 这里就是在生命记第一章的第二十八节 现在呢 反过来了 他们好像迦南人要被攻打 而攻打他们是谁呢 是五十节讲的 四十九节讲的 从远方从地极 有一代的国民如鹰飞来攻击你 就是很快的迅速的 残忍的攻击你 那你以色列百姓就好像迦南 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 好像反过来对不对 本来是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 好像老鹰一样 然后呢 是上帝手中除灭罪恶的工具 审判临到迦南的百姓 他们拜偶像 他们道德堕落败坏 淫乱等等 而现在反过来了 以色列百姓好像是迦南地的百姓 上帝另外兴起一国的名 来攻击他们 可是这一国的名是不认识神的 所以他们面貌凶恶 不顾虚年老 也不恩待年少的 不会先跟你说和睦的话 再决定要不要打你的 他们直接来扶怒你 虐待你 残暴的对待你 五十三节 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 必吃你本身所生的 就是耶和华你神赐给你 你的儿女之肉 这里就提到 在围困的里面 因为饥荒肚子饿 怎么办最后 就吃自己的骨肉 五十四节 你们中间柔弱焦嫩的人 必饿眼 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 并他胜于的儿女 这个五十四节 这个柔弱焦嫩 的人 这个人是男人 柔弱焦嫩是指他性情温和 的人 必饿眼 他也会有一个 怀起恶意 自私 吝啬 看他的弟兄和怀中的妻 并他胜于的儿女 为什么 因为他 怎么样 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 窘迫的城中 他要吃儿女的肉 他吃儿女的肉 然后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 因为他一无所剩 在现代中文译本 把这一节翻译的更传神 现代中文译本怎么说呢 他说 你们被围困的时候 连最仁慈的男子 也要因饥饿而逼得吃自己的儿女 因为没有东西可吃 他连自己的兄弟 所爱的妻子 或仅存的儿女 也不肯分给他们吃 但是在极大的饥饿当中 这个窘迫的男子 虽然他平常是温和的 仁慈的 但是呢 他因为没东西吃 他吃自己的儿女 他变成一个性情残忍的人 甚至也是自私的人 五十六节 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 一样是一个温和性情温和的 是一个待人和善的一个妇人 那么而且呢 他之前是一个贵妇 因柔弱娇弱 不肯把脚塌地 不肯把脚塌地是指 他其实是不需要用脚走路的 他是贵妇 常常是被人家善待啊 被人家抬来抬去的 被人家服侍的 他呢 也要扼眼看他怀中的丈夫 和他的儿女 怎么样扼眼看呢 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 这个婴孩原来应当是胎盘 与他所要生的儿女 他因缺乏一切 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 将他们暗暗地吃了 这里在形容什么呢 就在形容说 他很饿很饿啊 饿到一个地步呢 他本来是一个很温和的 是一个 这不含前面的男子 仁慈的 或者是这里的妇人 他们饿到一个地步 他就杀了自己的孩子 或者吃胎盘吃自己的婴孩 偷偷地躲起来吃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 偷偷地吃 为什么他也不想要分享 他想要自己全部吃掉他的骨肉 哇 这个 这些的描述跟表达 很遗憾的事情是 他真的确实也发生在以色列当中 在巴比伦围困有大国的时候 在宣前五八七年 在那个时候确实有人吃人的这个事情 在耶利米哀歌 在第二章二十节 或第四章十节等等 在以西结书五章十节 都有记载到这个事情 我们再回头来看 我们说 在这里 这个咒诅文里面 当摩西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 这一大段落 事实上都还没有发生的 所以上帝把这个东西讲得非常非常的 清楚实际具体 非常的具体 你要怎么吃 你会吃你的儿女 躲起来吃 开盘 婴孩 偷偷的吃 在这样的极大的困境里面 人的性情大大的改变了 再来看这一整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事情 从前两天从十五节看到的 这些灾祸到昨天的经文 你会看到那个灾祸是 越来越重 对不对 好像一开始是比较轻微的 就是你的一些事情不顺利 生计有点问题 有些影响 有些疾病 有文艺 后来呢 你的儿女要被抢夺 比较 就是越来越重的这个咒诅跟困窘 到今天的经文 哎呀不得了你要吃自己的骨肉 这是多么难堪的困窘 甚至你吃自己的骨肉 你人还不愿意分享 就是偷偷的自己吃 恶言就是一个吝啬自私的 就是躲起来的残忍的 这个不愿意跟人分享的 哎呀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上帝其实也借着这个咒诅的条例 在告诉以色列百姓 你现在在咒诅的多深的里面 你的恶已经到多深了 我说这些都还没有发生 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如果他有一个觉察 他落到一个困境 他马上可以发现 哎为什么他这个有瘟疫呢 为什么他的农作物有汗风没烂呢 为什么有旱灾他想起来这个咒诅文 赶紧悔改 那么神的恩典怜悯就连到他 如果他再往下呢 发现哎呀他的国家战败了 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 你从一条路去攻击 必从七条路逃跑 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然后呢而你归别国的名 炎幕终日切忘甚至失明等等 你发现哎呀有这样的状况 我赶紧悔改 想起来这个咒诅文 是原来这是神的审判临到我 这是我自己招致的这些咒诅临到我了 我赶紧悔改 那么我可以重新得到神的祝福 到最后到最后 以色列这个百姓被围困 他们要吃自己恩典的肉 所以其实上帝在做什么呢 我说上帝甚至透过先知 不断不断的在对以色列百姓讲的时候 用的词很多都跟这个咒诅文 是一模一样的刻意的 所以上帝其实是一直在提醒 以色列百姓是 这个事情是你们招致的咒诅 你们正在咒诅里面 你们要看见你们已经堕落的夺身 为了要使以色列百姓 当这些咒诅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可以想起 在28章的这个咒诅的条文 他们当时宣告 大家都听见一清二楚的 他们可以有一个回转悔改的心 再一次回到上帝面前 我想这是上帝的心意 盼望我们今天在读这些咒诅文的时候 我们所想到的不是 因为上帝怎么会这么残忍 其实不是 我一直说 这些咒诅临到以色列百姓 都是他们自己招惹的 其实在过程里面 我们昨天读到耶利弥书29章提到 上帝其实一而再再而三 他的心情是 他不断打发仆人到以色列百姓当中 警戒他们告诉他们 叫他们离弃罪恶 但是以色列百姓不肯 所以他们自己招惹的这些咒诅临到他们身上 可是只要他们有一天 当他们在咒诅里面 他们想起 想起 神曾经对他们所说的这一番话 他们愿意悔改悔转 他们就可以再回到上帝里面 盼望我们今天从这个咒诅的里面 看见上帝不厌其烦的警告 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慈爱的管教 其实这是神的管教 要把以色列百姓再带回到他的心里面 求神来怜悯帮助我们 今天也可以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 思想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上帝的一些提醒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